你知道该怎么面对无敌的骑士T吗 而恶魔杨炎是这样干的 只要他解除变身就开始求饶 如此奸诈的行为 连恶魔维斯都看不下去了 但杨炎接下来的行为 更是刷新了胖虎的下线 他直接变身假面骑士Evil 扶起亲爱的老哥就释放必杀技 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打击 打得力为强行解除了变身状态 知道这边情况堪忧 戴蒙斯那边也立马按下印章升级技能 先是一击粉碎钻头 干掉了一头万龙恶魔 带着一挥逃离了这里 回到家中的众人表情凝重 来自亲人与队友的背叛 极大的打击了他们的自信心 这时就需要有人走入他们的心 而我们的胖虎维斯主动站出来 钻进了门田的内心 没想到门田的内心居然在哭泣 想不到这个奴眉大眼的心思居然这么细腻 而且他还强打着精神安慰一挥 但这种兄弟相残的局面 妹妹不能接受 失魂落魄的他来到了河边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我老婆 看来会互相吸引的不只是替身使者 但人的力量是有极限的 面对恶魔妹妹还是有先束手无策 于是老婆热情提议 让她也成为替身使者 而不是是恶魔 就在妹妹思考的时候 一个路人打乱了她的思绪 老婆也趁机离开了 接下来就来到了 维斯美籍的惯例福利时间 澡堂泡澡 说到这我有个问题 都开澡堂了 光泡澡有啥意思 啥时候给大家整个搓澡环节呢 我实际搓澡证书已经为老婆准备好了 为了安慰一挥 维斯也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因为她觉得一挥一直相信大奥 所以没有选择说出来 听到这的一挥瞬间明白 原来一直以来 自己都只是自以为是 没有相信大奥 好在有维斯的鼓励 一挥很快就振作了起来 这时博士打来电话 一挥立马接下任务 准备解救大奥 此时菲尼克斯先一步赶到 扬言见状 立马召唤万荣三人小队 与菲尼克斯的士兵们交战在一起 门田野立马变身成假面骑士戴蒙斯 加入战场 但任总体战力还是不如 关键时刻 我们的单车战神赶到 这次她不会再任由扬言作恶了 没有废话 兄弟二人同时变身 变身后 立马告诉维斯 这是我们兄弟间的一挥一 你去包门田吧 随即战斗打响 镜头转回立马这边 他已经拿出了武器 与伊沃对战 可惜熟练度不高 才到手没几集 几次对砍后 立马被伊沃击退 随后伊沃按下硬招 释放必杀骑士踢 直接把一挥踢的解除了变身状态 原来维斯也失去了实体 我们的戴蒙斯 现在又一次孤军恨战 尽管他拼尽全力的战斗 可也在万龙的电锯鼻子下 节节败退 也解除了变身状态 被打的解除变身的一挥 使出了主角的经典技能 嘴炮 担心自己文化水平不行 他还发动了双重绝技 回一杀 小时候大奥失踪的那次 也是大奥不停的求救 他才能成功找到弟弟 所以这一次 他相信弟弟也在努力战斗 听到哥哥的话语 大奥也鼓起了战斗的勇气与力量 在接二连三的连环拳攻击下 困住他的牢笼被粉碎 利维也被这股强大的力量影响 心到手没多久的万龙硬招 也掉了下来 一回抓住机会 立马按下硬招光速变身 然后抢走地下的万龙硬招 变身新形态 时隔两个礼拜 万众替代的石王形态终于登场 不愧是时间王者的形态 战力水平没得说 一见面 利维先是连环拳压制 维斯跳到空中 一击左勾升天拳击退EVO 利维则利用地形 把EVO按下墙上爆锤 随后按下硬张 释放必杀骑士梯 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 在爆炸声结束后 力竭的一挥解除了变身 大奥也在大火中恢复了自我意识 兄弟二人终于再次和好 此时万龙恶魔出来破坏气氛 大奥抱着哥哥表示 接下来就是我的个人秀了 战胜来自内心的恶魔后 大奥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变身 从此刻开始 看着新骑士登场 博士更是露出了 痴汗般爽朗的笑容 新身份登场 蜡一上来就掏仓射击 不过你要以为他只会打远程 那你就错了 正所谓七步之外枪快 七步之内枪又准又快 随后蜡按下硬张 准备释放必杀 可惜被万龙恶魔打乱 蜡侧空翻 躲开炮火攻击的同时 射向万龙恶魔回击 此时的万龙恶魔还不了解自己的对手 上前就想进战 可惜 攻击被蜡接到连三的躲过 还被蜡抓住机会跳到空中 近距离射了两发重炮 为了证明自己的近战能力 蜡快速上前就是两次回旋踢 这技能流畅度 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血帅 蜡一发蓄力炮 击退万龙恶魔后 抓住机会摁下硬张 释放必杀 夹面骑士蜡的首秀到此结束 经历了一番苦斗 这个家庭终于再次完整 爸爸也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但家庭相册中 一挥的照片开始消失 难道他也即将被恶魔吞噬 本期的故事告一段落 但夹面骑士的故事还将继续 下一集 妹妹获得新的变身器 又一位女妻即将登场 更多内容阿当为你实时更新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